毕竟我们作为一个NBA主的号 马上从船飞营开始一个月前 被27支队嘲笑到如今20对分享 人生次级啊 大石筹要来CBA联盟第二巨星 想先排名第一球队 这大团里全时改下 大队宵约 他又来了 从来学习过NBA的套技 却拿了三个CBA的MVP 我们等那一次 不乐于乐剧热下来 昨晚终于等待出场 其碰果也不容易 广东队第一球队分18秒 就要马上替换比斯利出场 算是得足面子了 一般V纽丝在场的时候 比斯利一般至少打7分钟才会下去 时隔354日后 马上再次探上CBA会场 从比赛内容上 昨天的比赛 真没太多可说的 虽然一开始这关队小将们就打冰很有侵略性 一直贴着笔刺命想惹毛笔指导 对方指导一如既往并一眼看上去 向开场输了30分 但是随着内容保罗 因上现场 比赛就变成了广东马笔组合的性命赛 场上的情况大概就这样吧 最终广东510分 91 战胜浙江 我们还是重点双手马上吧 上场第三秒 马上就一个虚晃 完成了广东生牙的首个得分 随后下一个回合 马上再延下完成一次盖帽 防守并且拿下防守篮板 这和比斯利上周的首相如出一辙 第三周能完成一次得分 一次盖帽 一次篮板 而对比比斯利有一些点 失误 马上控制的更优秀 前18分钟 自出七色助攻 且只有两次失误 这助攻率和助攻比 看这个空军送给阿联的报告 我以为广东宣下了克里斯 阿联 这个不看人横跨半场的传球非对方 不是吧 我记得马上 比鲁克斯已经在NBA一弄头 合不传球所够认误了 怎么和比斯利一起加盟广东 马上就问了 都这么越爱传球 什么东方神秘力量 强调建议卡图米 库斯马这些球权分到 来管跟打半个赛季改改完局 不过换说回来 昨晚马上拿下24分800去助攻 虽然防守 组织 靠得都不错 但总体来说 只能打8分 毕竟手感确实一般21投9中 特别是对比此前 他在CBA肯定的数据差了点17 18赛季36.6分7.300 6.3助攻 不过考虑到他从1611开始 已经延续66天没比赛 这表现像可以了马上就10CBA巨星 还是CBA巨星 这种巨星三队帮我拉上手势打法 欧姆斯确实不拒步的 到了季后赛 就更需要这样的球员 虽然对风只打走往赛后说 球队状态不交 表现后学做练义方 但我个人觉得其实表现的还可以吧 最大的问题算是新发布上升的球医 特别是对布林职贵贵的 对了 让我想到了有点像胸肠一族的服装